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网站3月10日援引广东省纪委消息报道 中共广东省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王俭阳因涉嫌严重危机正在接受审查 但官方未披露王俭阳危机的具体详情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明镜陕西省委副主委岳崇 再次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 建议纠正龙的翻译 因为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两种不同的物象 他建议将龙直接音译为Lon 将英文的Dragon汉译为Dragon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获提名为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将于13日举行表决 被称为中国神秘富商的北京政权控股公司控制人郭文贵 3月8日深夜在推特上发文 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对他当天早上在海外中文媒体的视频直播中 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表述做出更正 并表示歉意 他说过去不相信法轮功说的活摘器官 以为那是不现实的 但从李友患干这件事而上 看到了这种事真的会发生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